之前都是用副厂的盘子和自己安装得不好 所以运动镜头都掉到马路里 之后被车轮爆了 心痛之余,最怕滑到后面的骑士 之后索性买一些有牌子的盘子 用起来都安心点 而这款美国的Dango 头盔甲 都是托向美国的朋友帮我买过来 而这些盘子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设计又漂亮,用料也很好 例如这个Dango 头盔甲已经用了一年多 质素仍保持得很好 但想不到最近去Rido拍照才知道原来他们用了代理来做 其实这个盘子是专为爬鸡的头盔而设 但一般的头盔都适合用 编者当初都见到玩爬鸡的朋友才知道这个牌子 听他们说非针也好 又或者长时间在山卡、粒粒粒的地方走也不会脱落 最重要是用起来很方便 随时都可以夹在头盔的下巴位 托下来又容易 由于我们都要常常拍片 不单只是拍电单车,小型赛车都要拍 有了这个盘子也不用每次都要贴 把3mm 贴到不同的头盔那里 因为3mm 贴都不是这么便宜 托走也很麻烦 最大的问题是有些人不太喜欢 把3mm 贴到头盔那里 那就方便很多了 这个架不知正是头盔都适合用 背囊都适合用 所以去行山都用得着 而它的头盔可以360度转动 方便调校不同的角度 这个架主要是塑胶制造 夹头那里就有铁齿形的软胶 正所谓很拗地 夹在头盔那里也不容易滑下来 又不会挂回头盔 另外它还有一套一长一短的延长臂 可以高一点拍摄不同的角度 方便骑士去拍摄